瑞士是臺灣堅定的民主盟友 也是臺灣常年在歐洲重要的經貿主辦 首先我要感謝瑞士國會友台小組 對臺灣的堅定支持 各位先前遭到中國大使館延遲警告 但容然堅定的做法還是行 令我們非常感動 莫林娜主席致力推動臺灣與貴國國會交流制度化 意在貴國聯邦國會下議院主導推動 加強瑞士國會下議院與臺灣議法院合作的議案 是非邦交國中首度提出國會層級間加強合作的議案 將來若能夠通過兩國國會合作將邁向新的里程碑 還有瓦德主席 主導的改善臺灣關係議案 即在這各位議員先進門 在國會多次以口頭及失戀執行臺灣相關議題 在簡代表立瓦燕向各位出上萬分的感謝